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 又见藕冠等采了许多鲜花 心里便不受用 看着婴儿边弄 又不好说什么 便说春艳道 我叫你来照看照看 你就贪着玩不去了 倘获叫起你来 你又说我使你了 拿我做饮儿 拿我做饮生草儿 你来了 春艳道 你老人家又使我 又怕 这会子反说我 难道把我劈八半子不成 婴儿笑道 姑妈,你别信小艳儿的话 这都是她摘下来 反我给她编 我撵她 她不去 春艳笑道 你可少玩儿 你只顾玩 她老人家就认真的 那婆子本是 鱼夯之辈 兼之年迈昏顿 唯利是命 一概情面不管 正心疼干断 无计可失 听婴儿如此说 便 便已老卖老 拿起 主杖 拿起主杖 向春艳身上 积了几下 骂道 小蹄子 我说着你 你还和我 你还和我 降嘴儿呢 你妈恨得 牙痒痒 要撕你的肉吃呢 我还和 你还和我 棒子似的 你还和我棒子似的 打得春艳又愧又怨 殷哭道 婴儿姐姐 玩话 你就认真打我 我妈为什么恨我 又没烧糊了洗脸水 有什么不是 婴儿本是玩话 忽见婆子认真动了气 忙上前拉住 笑道 我才是玩话 你老人家 打他 这不是扫我了吗 那婆子道 姑娘 你别管我们的事 难道为姑娘在 这里 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 婴儿听这般蠢话 便赌气红了脸 撒了手 冷笑道 你要管 哪一刻管不得 偏我说了一句玩话 就管他了 我看你管去 说 说着便坐下 奶鞭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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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子 偏又春艳的娘 出来找他 喊道 你不来摇水 在那里做什么 那婆子便接身而道 你来瞧瞧 你女儿连我也不服了 在这里排宣我呢 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 姑奶奶又怎么了 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 连姑娘 连姑妈也成了 连姑妈也 没了不成 因而见他娘来了 只得又说缘故 他姑娘 哪里容忍说话 便将时尚的花柳 与他娘瞧 道 你瞧瞧 你女孩这么大 孩子玩的 他领着人糟蹋我 我怎么说 他娘也正为 方官之气 未平 又恨春艳不碎 他的心 便走上来 打了个耳瓜子 骂道 小娼妇 你能上了几年台盘 你也跟着 那起 轻薄浪小婿 那起轻薄浪小婿学 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 干得 我 管不得 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 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 即使你们这起 蹄子 道德去的地方 我道不去 你就死在那里伺候 又跑出来 浪汉子 一面又抓起 那柳条子来 直送到他脸上 问道 这叫做什么 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 宁儿忙道 那是我编的 你别指桑骂怀的 那婆子深度 习人 勤吻一干人 早知道 房中大些的丫鬟 都比他们 有些体统全是 凡见了这一干人 心中又畏又让 未免又期又恨 一切迁怒于众 傅又看见了 我官 又是她姐姐的冤家 四处凑成一股怒气 那春宴提哭着 往怡红院去了 她娘又恐 她娘又恐问她 为何哭 怕她又说出来 又要受秦文等的气 不免赶着来喊道 你回来 我告诉你再去 春宴哪里肯回来 记得 记得她娘跑了去 要拉她 春宴回头看见 便也往前飞跑 她娘 她娘只顾改她 不妨脚下被青苔滑倒 招的婴儿三个人 反途笑了 因而赌气将花柳 皆置于河中 自回房去 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 只念佛又骂 促侠小蹄子 糟蹋了话 雷也是要劈的 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 却说春宴一直跑进院中 顶头遇见西人 往黛玉处问安去 春宴便一把抱住西人说 姑娘救我 我妈又打我呢 西人见她娘来了 不免生气 便说道 三日两头儿 打了肝的打青的 还是卖弄你女儿 卖弄你女孩多 还是认真不知枉法 这婆子来了几日 见西人不言不语 是好心儿的 便说道 姑娘 你不知道 别管我们的闲事 都是你们纵的 还管什么 说着 便又赶着打 西人气得转身进来 见射月 正在海棠下亮手晶 听如此喊闹 便说 姐姐别管 看她怎么着 一面使眼色给春宴 春宴会议 直奔了宝玉去 众人都笑说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 今儿都闹出来了 射月向婆子道 你再略煞一煞弃耳 难道这些人的脸面 和你讨一个情还讨不出来不成 那婆子见她女儿 奔到宝玉身边去 又见宝玉拉了春宴的手 说你别怕 有我呢 春宴一行哭 一行将方才 婴儿等事都说出来 宝玉越发急起来 说你只在这里闹到罢了 怎么把你妈也都得罪起来 射月又向婆子及众人道 怨不得这嫂子说 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 我们原无知 错管了 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 嫂子就心服口服 也知道规矩了 便回头命小丫头子 去把嫔儿给我叫来 嫔儿不得闲 就把林大娘 就把林大 就把林大娘叫了来 那小丫头子应了便走 众媳妇上来说 众媳妇上来笑说 嫂子快求姑娘 嫂子快求姑娘们 叫回那孩子来吧 嫔姑娘来了 可就不好了 那婆子说道 嫔是那个姑娘 嫔是哪个姑娘来了 也要平个礼 没有见个娘管女孩 大家管着娘的 众人笑道 你当是哪个平姑娘 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啊 她有情吗 说你两句 她一翻脸 嫂子 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 只见那小丫头回来说 平姑娘正有事呢 问我做什么 我告诉了她 她说 叫先撵出她去 告诉林大娘 在脚门子上 打四十板子就是了 那婆子听见如此说了 吓得泪流满面 央告习人等说 好容易我进来了 况且我是寡妇家 没有坏心 一心在里头 服侍姑娘们 我这一去 不知苦到什么田地 习人见她如此说 又心软了 便说 你既要在 便说 你既要在这里 又不守规矩 又不听话 又乱打人 哪里弄你这个不小事的人来 天天斗口 天天斗口齿 也叫人笑话 秦文道 李他呢 打伐他去了震惊 那里那么大功夫 那里那么大功夫 和他对嘴对舌的 那婆子又殃众人道 我虽错了 姑娘们 吩咐了 以后改过 姑娘们 那时 不是 行好积德 一面又 殃告春夜 原是为打你起的 饶梅打成你 我 如今 反受了罪 好孩子 你好歹 替我求求吧 宝玉 见如此可怜 便命留下 不许再闹 再闹 一定 打了脸出去 那婆子 依依卸过下去 只见 平儿走来 问戏何事 其人等忙说 已完了 不必再提了 平儿笑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将就的 就省些事吧 但只听见 各屋里 大小人等 都坐起 反来了 一处 不了 又一处 叫我不知 管哪一处 是 席人笑道 我只说 我们 这里反了 原来 还有几处呢 我只说 我们这里反了 原来 还有几处 平儿笑道 这算什么事 这三四日的功夫 一共大小出了 八九件呢 比这里的还大 可气 可笑 席人等听了诧异 不知何事 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 蔷薇消 玫瑰露影出 茯林霜 玫瑰露影出 茯林霜 话说席人 英文平儿 何事这等 忙乱 平儿笑道 都是世人 想不到的 说来也好笑 等过几日 告诉你 如今 没头绪呢 且也 不得闲儿 一语未了 只见 李库的丫鬟来了 说 平姐姐可在这里 奶奶等你 你怎么不去了 平儿忙 转身出来 口内笑说 来了来了 其人等笑道 他奶奶病了 他又成了 香伯伯了 都抢不到手 平儿去了 不提 这里 宝玉便叫 春燕 你跟了你妈去 到宝姑娘 到宝姑娘房里 把婴儿 把婴儿安抚 安抚 也不可白得罪了他 春燕一面答应了 和他妈出去 宝玉又隔窗说道 不可当着宝姑娘说 看叫婴儿 看叫婴儿到受了教导 娘儿两个 应了出来 一面走着 一面说闲话 一面走着 一面说闲话 春燕 应向他娘道 我素日 劝你老人家 再不幸 何苦 闹出没趣 来才罢 他娘笑道 小蹄子 你走吧 俗语说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我如今知道了 你又该来质问我了 春燕笑道 妈 你若 你若好 你若好生 安分守己 在这屋里长久了 自有许多好处 我且告诉你这句话 常遇 宝玉常说 这屋里的人 无论家里外头的 一应我们这些人 他都要回太太 全放出去 与本人 父母自辩呢 你只说这一件 可好不好 他娘听说 喜得忙问 这话果真 春燕道 谁可撒谎 做什么 婆子听了 便念佛不绝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